比特币当前的盘面如何呢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我们有跟BitGate举办入金最高返还8000USDT的活动 即使你入金的金额不多 你一样可以获得相应的证金 下方呢 有我的推特 非常欢迎大家来追踪 我会在上面PO一些跟币权相关最新的消息 好 那我们直接回到比特币的盘面 我们之前从日线4小时线 已经看过蛮多次了 那我们这次呢 我们可以看点不一样的哦 那盘面的部分 我们先从1小时的级别开始说起 其实在1小时啊 有两条蛮清晰的界线的 在比特币来看呢 第一条就是这条 大概在17000左右 如果我们就取个整数的话 当然哦 像这种互换位压力支撑呢 它肯定是一个小小的区间 它不可能是一个确切的数值 那还有我们在下方的这个位置 OK 下方的这个位置呢 大概在这里 大概在这里 如果要给一个数字的话 大概是16400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只在这短短的 大概600美金之内去做波动 你可以发现 哇 我们大部分的波动 都是落在这600美金之内 那通常这种非常载幅的波动啊 很多时候 载幅的这种相体震荡 有非常多的时候 它都是会往之前同样一个方向去运行的 之前同样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说是那种比较宽幅的波动 比较宽幅的震荡 那就比较难说了 其实我们去复盘 比较宽幅之前的几次行情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如果说 它是在做一个很窄幅的这种波动的话 通常都是往同一个方向 好 那么 我们看到这两个界线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做一下交易计划 就如果说比较宽幅它又站稳回这个上方的话 嗯 那 我考虑减点仓 那如果说比较宽幅它 在这个下方的话 那很有可能又预示着 我们下一波 又要开始了 它现在只是稍作休息而已 OK 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其实以太坊呢 嗯 4小时的话 我们已经看过蛮多次了 我们一样直接从日线开始看起 那日线的话呢 以太坊我认为是 比特币走的 要更清晰明了一点 它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OK 下边界大概在这里啊 那上边界呢 OK 我会认为在这里 那以太坊其实最近是比较弱的 我们可以发现 因为比特币呢 它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啊 是有在这个区间之内去 上面也有摸 下面也有摸 但是以太坊呢 以太坊的话 它是全部都是摸在下面 对吧 它基本上已经贴着下面去运行了 那么 比特币跟以太坊 它今天 第一个量能非常非常非常小 然后波动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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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所以这两天呢 6日啊 都是蛮不值得去入场做交易的时机 如果真的要考虑入场的话 通常是平时会稍微适合一点哦 毕竟 假日很多时候它的波动 真的是都可以忽略了 那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在 COINDAX上面所统计的资金费率哦 我们可以发现在前几天的时候 嗯 我的前几天的意思是 当时FTX 呃 FTT暴跌 然后FTX爆雷宣布 暂停提款的时候 我说的是那个时候 当时 全市场的看控情绪是非常非常非常浓厚的 尤其是跟FTX交易所相关的一些代币哦 比如说像SRM啦 OK 然后 呃 SOLANA FTX 也是投资者嘛 早期投资者 还有FTT 这几个币呢 当时的资金费率都已经夸张到非常非常夸张的地步 那比特币跟以太坊呢 也是很夸张 负得很夸张 很多人在做空 但是没有负得 到像 呃 FTX相关代币这么夸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修复的形形是如何了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就以数值来说 我们可以发现 比特币好像 这几家比较大的中性化交易所 基本上是维持在正常费率 那以太坊呢 YBED是稍微 负了一点 不过 基本上 以整体 来看的话 我认为还算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 这个资金费率负得很严重 就表示 空头 他们 在疯狂的加大 他们的仓位 就同样的本金 疯狂加大仓位 那么我们呢 其实可以来 不妨复盘一下 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这段熊市 它有很多的震荡区间 都是 它的资金费率呢 都是 呈现这种锯齿状 就对 确实有时候是正 有时候是负 有时候是正 有时候是负 我们这种的熊市 都是如此 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 我们在下跌 就是震荡区间 走到末尾的时候 它准备要开始下跌的时候 它前面的一小段 准备的这种行情呢 资金费率基本上都是 维持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来把这几个区域呢 用方框框给标示一下 我们在上方的这个区域的时候 它在哪边做准备了呢 在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对到下面去 这个时候的资金费率 其实当时市场是非常非常疯狂的 当时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人 在这个我画红色框框的位置的时候呢 都是想着要抄底的 那我个人呢 其实我当时 现货是卖在这个区间段 大概是这个区间段 我是没有卖在最上面 不过 就以我的风格的话 我是不会在这个地方买的 那我当时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买的 那当时的抄底情绪是很严重的 包括现货的抄底啦 然后甚至是期货的抄底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当时在我标示这个红框框的位置呢 就以加全资金费率来说 大概都是在 比基础的费率要多一点点 对吧 比基础费率要多一点点 就是比0.01个百分点多一点点 可能是0.012 0.015之类的 那后来 暴跌了 在暴跌之前的资金费率是正常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呢 我们在这里又有一个小的箱体 对吧 那它在下跌之前呢 它走了这段 小小的 准备要下跌之前的 行情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对到下面来看 在下面呢 虽然说它也是呈现锯齿状对吧 但是 我们在下来的这根K线 它并没有呈现多空不均衡的情况 反而可以呈现呢 有非常多人在 因为其实当时啊 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盘面去看当时哦 当时在这里是有个很很明显的支撑的 我们当时也是支撑了非常非常多次 在这个位置 OK 所以当时 下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抄底 那就导致 这个资金费率 它居然比0.01 基础费率来的高一点点 嗯 当时有人是在抄底的 那后来呢 大家也看到 就往下跌了一波 不过这一波呢 它确实就没有像前面这一波这么大 因为可以收割的人变少了 那我们再来看这段行情哦 这段行情呢 哎 这段 这个级别 可能要切到小周期比较好一点 不过我们为了一致性 我们都从日线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这段行情呢 这这段行情呢 它跟前面 这段不太一样的是 呃 之前呢 我们在此处做震荡的时候 这里 当时的资金费率 都基本上 基本上在零附近 在零附近 或者说是负的 但是呢 它在下跌之前 它在下跌之前 这段小小的红色框框 它的资金费率呢 已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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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1了 虽然说不到1 确实 但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基础费率了 那后来呢 它就往下又走了一波 我认为是非常可观的下跌行情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后来我们又走了一个震荡 那这个震荡 我们就不管 我们再来看这个位置 OK 下跌之前的这一波 当时呢 我们在前面呢 它其实有蛮多时段 它都是呈现负费率 或者说是比基础费率要低很多 但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诶 它跟前面这一段又很像 对吧 它又 趋近于基础费率了 又趋近于0.01了 甚至有几段时间是 就是0.01 对吧 OK 那后来呢 哦 下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一段 这一段行情呢 嗯 它确实是没有前面几个 来的这么样的震 它确实是比一般的费率呢 要来的低一些 我们可以发现大概是0.007 0.005 0.008左右 不过 至少啊 我们也可以显示 当时在下破之前呢 嗯 那些 空头 它们并没有疯狂的去加大它们的常位 那多头呢 诶 也并没有投降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当时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虽然说我们在前面呢 很多人在做空 确实没错 但是我们在下跌之前 诶 这段它又回复到正常了 那我们可以发现有个小趋势就是 其实我们 这几个红色的框框啊 它是随着熊市 哦 不断的 不断的 呃 演变下去了 那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 这些红色的框框 它的资金费率 基本上 呈现的趋势就是 费率在越来越缩小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小决论就是 当熊市在进行当中 那资金费率呢 它即使就是我们在熊市的初期 它的资金费率要很正 它才有办法跌 那我们在熊市的末尾呢 即使资金费率它 它只要不太夸张 就好了 只要不太夸张就可以跌了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例子 然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例子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在前一个时段 呃 看空能非常非常多 那资金费率也很夸张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是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 因为第一个有几次拉盘嘛 有 呃 我认为是两次 比较主要有可能打掉止损的 这种拉盘 那么 第二个就是 它已经有很足够的时间了 它在这里呢 大概也是走了十天左右 我们可以来稍微测量一下 自从我们 破这一根 然后到现在呢 大概是十天出头了 其实时间也够了 有些人可能已经 把仓位跑掉了 因为震荡时间久了嘛 然后它还在这边继续震荡 有些人可能 可能已经没有耐性了 那我会认为呢 现在 很多事情都慢慢在步入正轨当中 OK 连资金费率也是 有些空头呢 它可能就已经走了 那非常欢迎各位可以 follow我的推特账号 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赞 分享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